说好说我请客 你怎么把账解了 吃人嘴软 这道理我懂 我是真的想道歉 你的重点是让我陪你妈吃饭吧 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妈对你还挺满意的 替我谢谢你妈 你忘了 昨晚是你自己答应要陪她吃饭的 是你让我顺着你妈的话说了 合着我还做错了啊 继续啊 还有什么奇葩的理由说来听听 院长 有句话我不值当讲不当讲 说来无法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孩 千万不要像打辩论似的 一直堵着她的话 这样你会交不到女朋友的 你怎么还操心这个啊 我是有感而发 叶士兰 我发现你对我说话 是越来越放肆 有吗 那我要不要改回去 为什么要改 我喜欢你这样 自己舒服就好 也是 我最窘迫的样子都让你看见了 也没什么可在乎的了 明白 放飞自我的呗 不劝了 劝不动 这么容易就放弃 要不你主动答应吧 你是认为我在故意摆谱 我是觉得 作为一个讲义气的朋友 你会帮我的 可以 学会用激将法 要不就是你在吹牛 是谁昨晚信誓旦旦地说 一定会对我负责到底的 我那说的明明是工作 难不成我还得负责给你发个男朋友 可以啊 这样我跟我妈说 我跟你分手了 会换了个新的 说得好像真谈不我一样 你等我一下 您的花 谢谢 不客气 给你的 什么意思啊 黄玫瑰 代表道歉 吓我一跳啊 我还以为你要假戏真做 跟我表白呢 就算是表白 也应该是你主动吧 看来以前是我没了解你 没发现你脑海里的小聪明 还来这么多 原来我只把你当院长 而且又欠着你的 自然又收联系 是得重新认识吧 慢慢认识吧 会有惊喜的 走啊 还有半个小时就上班了 月世兰 要我讲一期去给你妈吃饭 也不是不可以 什么条件 说 只要我做得到 拿着 不行啊 拿着 拿着 让你先带回去处理一下 老师去买的东西 一会儿再回来 知道了 好 一会儿要跟你表白啊 我才没有呢 那就好 条件完没想好 那先欠着吧 一会儿回去打个欠条就行 你刚才是故意的吧 我叶石兰请入朝夕假帮我男朋友啊 不好意思 麻烦看一下镜头 谢谢 我叶石兰请入朝夕假帮我男朋友陪我妈吃饭 在此 无条件地答应她一个要求 前提是不能违反 比上为欠条 超过 还有我拍个欠条 以为我不收信用啊 本来就是这件挺异谱的事 还是留下证据比较 好 怕我赖上你 我是怕我自己忘了初衷 我看你就是消遣我上路的是吧 院长 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那别讲了 我真的很同情你以后的女朋友 每天给你打嘴仗 斗志斗志 这样真的很辛苦 刚路上不还说的吗 说我可能找到女朋友 也对 所以 不劳力费心了 不会有受害者的 倩盈我收下了 原谅你了 倩盈 好 除了工作关系 我们俩也算是 可以互相开玩笑的好朋友吧 你有那么缺朋友啊 那多个朋友不好吗 多少女孩子 都被你开玩笑 开成了朋友 那就说明他们注定是朋友啊 感情上的是 有的时候啊 你要换个角度去想 你不能一有点火花 就被你的理性分析给摁灭了 那我相信正爱来的时候 是炽热的 是情不自禁的 是摁不住的 我的天 你是从哪个童话世界里出来的 爱情导师是谁 我得找他聊聊 总之你赶紧找机会 给他解释一下吧 别老骗他说你是彭阿姨了 那你就别管 等你们关系有了进展之后再说吧 对了 你打算明天怎么假扮这个男朋友啊 就正常应付一下 弄 怎么能应付呢 明天是个多好的机会呀 机会 陆昭熙聚餐桌上摔酒杯 冲欢一怒魏红颜 说明什么 说明 他是一个正直有魄力的好领导 说明他急了 为你而急 你再好好想想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跟你开玩笑 他这人就是性格 那为什么你又喜欢跟他开玩笑呢 我不想坐以待毙 你这是不知不觉被他影响了呀 还有他跟你开玩笑的时候 你反感吗 那是觉得 他这个人还挺有趣的 有趣 就还好吧 他真有时候 挺讨厌的 那是不是 讨厌了啦 夸张 小叶子 我用我的小说收藏数担保 你已经徘徊在爱情的边缘啦 你的小说收藏数 本来就没多少 所以才很珍贵嘛 明天 你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 认真观察陆昭熙 也要好好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 我明天 是要联合陆昭熙骗我妈 要高度警惕 全程保持演戏状态 哪有什么心情观察 入戏也是一种感受嘛 没事 以后多几次你就习惯了 多几次 那他现在跟阿姨认识了 以后难免发发微信 试个屏 聊个天什么的 你得继续秀恩爱给阿姨看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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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